中国考古队首次参与时的考古发掘 历尽千辛万苦 玛雅文明的种种谜团能否就此解开 有的时候考古的发掘过程中有一些灵异一点的事件 随着一件件精美文物的出土 古老的玛雅文明和远远的中华文明真的会是同一个源头吗 读书带你走进考古人真实的生活 并跟随他们穿越到古玛雅的时代 这是中美洲洪多拉斯的科盘小镇 这里生活着玛雅人的后裔 在小镇的东北方向约一公里处 是昔日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 科盘古城的遗志 起源于公元前后的玛雅文明曾经辉煌一时 古玛雅人创造了高大精美的石头建筑 独特的象形文字 高度精确的算术 天文学和历法 当然更为众人所知的 则是玛雅人著名的末日预言 然而到了公元九世纪 繁盛一时的玛雅文明开始衰落 这座被誉为是玛雅文明中的雅典的科盘古城 也随之隐没在丛林之中 六百多年后 神秘消失的科盘古城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仪式广场 金字塔 大球场 王宫 以及两大贵族居住区 都在以古玛雅的神秘气质 吸引着人们去探索与发现 2016年 一支中国考古队深入亚马逊丛林 展开对科盘遗址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 随着一件件精美文物的出土 许多玛雅文明的未解之谜 终将被解开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读书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科盘古城啊 被称为是玛雅文明中的雅典 那么大家可能有疑问了 咱们中国的考古队 为什么会去到科盘遗址呢 他们在科盘遗址一年多的考古 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呢 而他们新发现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又能够给我们许许多多 玛雅文明的未解之谜 带来新的答案呢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科盘遗址中方考古队的 发掘队领队 李新伟先生 掌声有请 欢迎您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李老师 今天我们是读书节目 您来了以后 给我们带来了两本书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本是叫 《与废墟为伴》 《与废墟为伴》 大家看这个名字 可能以为是不是讨论 介绍重要的考古发现 但实际上呢 它是更多的介绍考古人 考古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还有其他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面 今天李老师要给我们讲 他们在科盘遗址 考古的生活 对 这一本呢 就跟今天讲的题目 也跟我现在的工作有关系 就是古代玛雅的社会生活 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介绍 玛雅文明的一本书 这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著作 因为我们的 对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 包括对玛雅文明的研究 才刚刚开始 以后希望有我们真正中国学者 写的书来奉献给大家 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 玛雅文明的书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两本新书 我们坐着慢慢聊 好好好 李老师 您的工作其实是 让我们感到特别的羡慕 很向往的 一个呢是 玛雅文明本来就是一个 特别神秘的一个文明 我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流传说 玛雅预言里面说有 这个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对对对 实际上那个 对于玛雅人来说 那个不是一个世界末日 世界要终结 而是另一个新的时间循环的开始 新的太阳纪元的开始 对对对 因为在玛雅人的观念中 时间不是说一直向前发展的 那是另一种观念 很有意思的 另一种认识我们宇宙 认识时空的观念 时间是循环的 会一个一个循环的开始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是他们的一个 常立法的终结 但是呢 同时又是一个新的 一个循环的开始 那个常立法 一个周期 大概是5200年左右 所以到了2012年的 12月的时候呢 正好是前一个 那个常立法的结束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玛雅文明有很多的 独特的吸引我们的地方 还有一个呢 后来玛雅文明 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的时候 就神秘的消失了 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 很好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个衰落 所以很多的 非常灿烂的城邦 曾经非常兴盛的玛雅城邦 真的就消失在了雨林里面 就突然被废弃了 突然被废弃了 那些贵族们 他们都不知去向 而且好像这个 和玛雅文明相关的那些古遗址 也特别神秘 因为他们都是在热带丛林里面 对吧 对 所以您在科班去考古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危险两个字 在那边会遇到什么毒蛇猛兽之类的吗 三毛在访问中美洲的时候 写了一个文章介绍科班 它那个名字起得挺好 叫青鸟不到的地方 因为那个宏多拉斯有一个长途车 就叫Blue Bus 翻译成青鸟也挺好的一个翻译 那个Blue Bus就是都很难到达科班遗址 现在虽然条件已经很好 猛兽是已经少了 但是毒蛇还真的有 我想起那个电视剧 鬼吹灯之精觉古城那个里头 黑蛇 剧毒的黑蛇 小心 好险 毒蛇了 白国 教授 教授 白国 天亮了 天亮了 我们 找到了 是不是考古的时候 常常都有这种灵异现象出现 然后你们就能够 接下来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有的时候会有吧 有的时候 考古的发掘过程中 有一些灵异一点的事件 就是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 就是有一天就 从这个碎石里面 就真的窜出一条赤链蛇 赤链蛇是有毒的 对 那个是在中美洲是最毒的毒蛇之一 剧毒的 那个如果真的要被咬到一口的话 真的很危险 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并不好 开车要开三四个小时 到它的大城市 才能够有相要的医院 所以那次也吓我们一跳 真的吓我们一跳 这条蛇 见到人马上自己就 就跑走了 所以在 但是在它 跑走以后 在它出现的那个碎石堆里面 我们就接着进行发掘 第一次发现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雕刻 就是和中国的那个龙头 非常像的一个 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的龙头型的雕刻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 跑谷过程中 确实有的时候真的会 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一点灵异的现象 那当时您突然发现这个的时候 什么心情 当时真的很兴奋 柯潘本身在玛雅世界 就是以精美的雕刻而闻明 而这件作品 在柯潘也应该是一个雕刻的精品 而且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一个雕刻 里面能够解读出很多故事的一个雕刻 那您现在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这个从中我们能读到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刚开始发现的是它上面的那一部分 然后后来就逐渐地又发现了 它的胸部还有底下那个头 人像 玉米神的头像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 在玉米神的下面 有两个鸟爪 像鹰爪一样的 这个其实表现的是 玛雅的一个玉米神重生的 一个神话传说 大家可能知道 玉米在中美洲 在玛雅文明是最重要的食物 所以每年玉米的丰收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们认为玉米的丰收 还有收割 还有就埋在地下 让它重新发芽 这个就是玉米神的一个 从这个生长到死亡 再重生的一个过程 他认为是这样 玉米被收割的时候 就好像把玉米砍头一样 玉米就死亡了 然后你把种子埋在地下 进入了地下世界 玉米神到明界以后 他被明王烧成了灰 烧成灰以后 投入到了河里 河里的鱼 把玉米神的灰吃掉 等于把玉米神的身体 凝聚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有一只神鸟 又把这些鱼都吃掉 这样这个神鸟 它就把玉米神身体 全部的部分 重新的又聚合到了 自己的身体里 这个玉米神就开始 在神鸟的身体里 开始了重生 这个就表现玉米神 已经基本完成了重生 所以它的头 就已经从神鸟的腹部 胸部就已经凸显出来 但是因为鸟嘴是比较小 这个玉米神出不来 这个神鸟 它的头部就化成了一个龙头 这个龙在玛雅的 神学叫羽蛇神 像一条大蛇一样 它就从它的嘴里面 完成了真正的重生 这个就表示的是 其中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是我们研究 玛雅的宗教信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雕刻的精品 本身也是一件 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之前有发现过 类似的这种雕刻吗 之前像这样的 据我所知 还真的没有 其他的一些著名的 玛雅遗址里面 也更多的是表现 鸟吃鱼的 这样的一个场面 以前的学者 还对这个场面 有不同的解读 认为可能是不是 只是表现当地的环境很好 水草丰美 有鱼 有鸟 然后表现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富饶的环境的场面 实际上 我想因为有了 这个雕刻的发现 我们知道 那些雕刻 其实都是跟神话 跟玉米神的重生 有关系的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新的发现 那这个太重要了 据说 我看资料说是 玛雅人 他们的后裔 还有几百万 现在还生活在 那片土地上 对 所以这样的 玉米神崇拜 是不是已经 传下来 传到了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 很多的玛雅传统 都传下来了 包括对玉米的 这种重视 我们在那主食 就是玉米 主食就是玉米 不是大米和小米 不是大米和小米 但是他们吃玉米的方式 跟咱们不一样 他们主要是做一种 叫玉米饼 他们叫 把这个玉米磨成粉 调成咱们的面团一样 比较湿的面团 放在这个磨盘上 再用一个磨棒 这样使劲地磨 让它再细一点 再细一点以后 然后用手抓起一块 抓起一块 在手里面拍 拍成一个小圆饼 有一点像咱们的春饼 但是比那个要厚 然后在一个饼称里面 烙熟了 熟了以后 在上面抹上黑豆酱 再加上一些菜 那个是他们的 主要的食物 大家可能都觉得 我们在这儿讲 很难想象 他们的日常生活 是什么样的 比方说平时 李老师 他是穿成 这个西装格里 这个样子吗 穿什么样的服装 在玛雅那边进行发掘 这儿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是记录的 李老师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看一看 日常生活的场景 没错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砍树 清理出要发掘的场地 用绳子规划出 一个个的探方 用毛刷 小心地刷去 文物上的泥土 用浮悬法 筛选土层中 最微小的信息 用仪器和软件 进行分析研究 这便是考古队的 日常工作 日复一日 好有惊喜 正如《与废墟为伴依书》中 描述的那样 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对象 都是些不起眼的东西 从石器和破罐到尘土 他们追寻这些遗物的来龙去脉 研究它们为何破碎 根据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 来判断它们究竟是垃圾 还是具有考古价值的宝贝 今天有了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发现了几块 这个马赛克式雕刻的配件 这一件有一个三角形的雕刻 这一件上也有一个浅浅的红线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雕刻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还要继续发掘 所以我们对这个发现 也非常的期待 这样考古学家为了了解早期的建筑 但是又不破坏晚期的建筑 就只能是通过一个打碎洞的办法 穿透晚期的建筑 等接触到早期的建筑以后 再改变碎洞的方向 这样就了解早期建筑的建筑结构 能文能武 是像李新伟这样的考古学家的必备技能 等世界末日来临时 你就会想要认识几位考古学家了 因为我们既会生活 又会捕食 还会建造高山堡垒 很好吃的 这是持久的考古工作中的中场休息 大家在简陋的发掘现场 给队友过一个简单而开心的生日 在品尝了美味的科盘特色蛋糕之后 生日也就算过完了 李新伟带领考古队 继续着对遗址的发掘工作 你们这个蛋糕看上去 好像跟我们国内那个蛋糕不太一样 是玉米做的吗 里面有玉米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人 他的夫人做蛋糕做得很好 我们每次需要蛋糕都到他那定做 味道很好 所以其实对考古这份工作 我们的认知有时候是被影视影响 在好莱坞大片里面 我们看到都是那种英雄探险家那种感觉的 另外我们的认知是 可能每天都会拿着那种刷子 在那个土堆里面慢慢刷 慢慢刷慢慢刷 也是挺繁琐 挺无趣的那么一个过程 而且挺漫长 对 这方面考古就像刚才讲的 那个与废墟为伴那些书一样 有枯燥的 有需要你很切实的 做一些很繁琐的工作的地方 也有很艰苦的地方 但是也确实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一个工作 你到不同的地方 不是简单地去旅游 而是你要真正地住下来 你要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你去直接地去触摸 直接去把它清理出来 那些已经埋藏了千年之久的 有时候是很精美的文物 那种感觉确实是其他行业 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玉米神 称得上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 还有别的吗 其他的重要发现 包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两座墓葬 玛雅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说他们会把重要的人物 埋在他住的那个房子下面 所以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以后 他们会把这个房子在屋子里面 挖一个坑 挖这个墓 然后把人埋下去 埋下去以后 这个房子就拆掉了 拆掉以后 不在里面居住了 不在里面居住 他们会在这个上面 再建一个新的台基 一个台基 把原来的房子给埋在里面 然后在这个台基上面 再建一个新的建筑 所以就是这个是玛雅人的一个习俗 所以有的时候 玛雅的高级的建筑 大型的建筑 有一点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套一层的 在真正的科潘的最高大的金字塔下面 会发现七八层这样的建筑 其实落起来的这个台基 堆起来了之后就是金字塔 对对对 就是金字塔 然后金字塔上面呢 会有建筑 因为这个如果最重要的台基 埋葬的最重要的国王的这些金字塔呢 上面的建筑就不是住人的地方了 就变成了宗庙一样 神庙一样 是后来的这些国王们 他跟祖先进行交流的 祭祀的地方 祭祀的一个场所 哦 你们是发现发掘出了两个墓 对 我们发现的墓呢 我们做的是一个贵族的院落 但是它的这些建筑呢 也反映了这个特点 里面出的很精美的绘画的彩陶 还有一些玉器 大家可能不了解 可能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尊宠玉器的文明 一个是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 一个可能就是玛雅文明 玉在玛雅文明 也是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一种物质吧 几十年前可能人们都会认为 玛雅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古代文明 那我不知道您通过你们的这个发掘 有没有找到玛雅文明和其他的古文明之间的相似性 很有意思的是呢 就是玛雅文明真的跟中国文明有很多相似的因素 刚才发现那个龙头 在整个中美洲世界里 管它叫羽蛇神 它是一种长了羽毛的蛇 但它那个头部很像龙 就在我们正在发掘的这个遗址 有一个石雕 上面雕着玛雅的月亮女神 那个月亮女神 这个怀里也抱着一只玉兔 所以在玛雅人的观念里面 月亮里面也有玉兔 也有玉兔 有很多很多的相似性 依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的 这个相似性呢 有可能是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祖先造成的 这个所谓共同的祖先呢 就是因为在离现在大概一万五千年左右吧 在旧时期时代的晚期 那个时候兵期还没有过 白领海峡呢 人还能够走过去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东北亚的人 就追逐猎物的原因 他们就越过了白领海峡 然后到了北美 然后再从北美逐渐的南下 也许是因为带着这样共同的文化基因 虽然后来他们是独立发展的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相似的思考方式 同一个祖先 他可以多么样的不同 你可以体会人可以有多么样的 不同的发展的方式 同样可以发展得很精彩 同样达到一个相当辉煌 灿烂的一个程度 这个是我们研究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以一个全球的视角 一个整个的世界文明的视角 来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文明 也来更真正地开始对世界文明的思考 对一个人类的文明的思考 所以您说到这儿 我觉得考古学家 他们其实是把不同的世界 联系在了一起 把古今的这个时空连接起来了 在这本书的《非语》上 写的这几句话 考古学家的使命就是 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鼓鼓流淌 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 让以故去的人复生 让围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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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